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涉及到这个黑洞和那个宇宙膨胀 那个黑洞膨胀和宇宙膨胀之间应该是不是一个 我们觉得是一个正的关联呢? 我这里打了一个比喻 刚才讲完好像听过去 就是你如果用那些什么宇宙的黑洞、暗能量 你会听到会没有 会很有感觉 就是会好像这样说 如果你发觉你的体重 我肥同瘦 当然我照样认为我肥同瘦 就是看我日常饮食有多少有关系 我吃多少有多少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发觉我肥同瘦的程度 那个关联竟然和这个地球上面 譬如你说那个温室效应的强弱有关联 而且关联度很高的 很容易你又跳了去就说 两者会不会有因果关系? 是的 这样就这么说 关联度高不代表一个关系 这个很重要的 但是你会很容易下想就是 背后有什么机制令他们得出一个这么有趣的 这么高度的关联币? 会不会是和地球经济有关? 其实就是由这些高度的关联度 就是这种跟关联度相关的研究 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带给我们 一个去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来的 其实无论你说在这些社会科学分析 经济学的分析 金融的分析 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是要找这些关联度的 但是最后是不是每一个关联度 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很发人心醒的原因 有些很令人兴奋的原因是未必的 但是如果你放在这个宇宙学来说 那这次的结果就令人很发人心醒了 是不是一定很兴奋 我不知道 但是大家就会很难去明白 我能不能够合理解释 首先那个黑洞为什么会这样随着时间去增长 我没有办法合理解释到 此其一 而这种这样的膨胀和关联度 竟然是跟那个宇宙膨胀 这么高的关联度 这个是另外一个令人很差的原因 我不知道他本身那个研究 那些统计数据有没有做错了 我不知道 原来有人被人捉到错了 我整件事原来没什么事的 那就没办法谈了 但是原来如果假设他再验证是 不是 我那个研究的观察的统计是合理的 那现在真的有这么高的关联度 你能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 这件事为什么会这样呢 而且他在研究里去尝试再看看 和其他东西有没有这么关联 唯独是和宇宙膨胀的关联度是这么相关的 那于是乎很多时候他就会提出一个问题 那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基本上没发现到 没有人想过的机制就是可以将这件事 合理地解释到的呢 甚至乎就是会不会我们对客动的认识未够呢 甚至乎对于整个万有引力的理论认识未够呢 现在似乎就是其中一个一路的想法 就是有人去想开就是会不会万有引力这件事呢 它不是那么简单平方反比的 它对于某一个特定的范围 它就是这样 包括说港与相对论都是 但是对于一个比较长的距离呢 它那个的数学形式就会不同了的 会不会是这样呢 是有人去发展一个 嘗試将这些港与相对论这样去改的 去看一下会不会更加合理解释我们现时的东西 那就是现在在这里就是呢 由这个观察结果呢 是很引发到大家去想一下 我们怎样去修正现有的万有引力理论 而最后就是说呢 如果你说再 就是如果你信了他的这样的这个结果 你再想下去的时候 有一些很兴奋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会不会其实我们最后 这个暗能量这件事 终于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可以由我们理论层面 合理地解释 原来呢 世界上真的可以有些时候物极必反的 这个这样的黑洞的引力去到极致的时候呢 最后是一个很远距离 产生到排斥力出来的那样 但是这件事就纯粹是天马行空了 那剩下来的就是说呢 做理论的人就要好好想一下 这次这个结果 如果是真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就代表了一个契机 就是说呢 我们是可以去尝试去将 就是有一个新的方向呢 来去想一下 怎样将我们现有的广义相对论 和对于黑洞的认识呢 去重新去修正一次 令它既可以解释到 我们现在在小范围看到的东西之外 也都可以解释到 今次这一个这样的结果 甚至乎可能是一石二鳥 当我们修正了这些认识之后呢 无论对于小尺度的天体 甚至乎大尺度的宇宙呢 那些东西就可以很合理地解释到 那这个就是最理想的结果来的 但是我会说呢 就是这些东西就言之上早了 就是我们如果一路这么想下去就是这样 但是我看到就算在网上 很多是在外国从事这个天体物理学 和这个宇宙学研究的前线的 这个研究人员呢 他们很有一个动机去参与 这些细节的讨论 那有些就比较纯粹就是觉得 哎呀 这么巧合而已 巧合而已 那他计算出来他觉得 没有可能这么巧合 但是也还有些机率就是说 可能这件事是巧合而已 那样的 他那个的机率就没有达到很严重 就是令我们绝对相信这件事一定是真的 另外就是大家都很兴衡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宇宙学研究里面 就是在这一刻 满了很多年了 似乎做了很多新东西都是 就是和我们固有的价钱是合乎的 但是似乎我们累積的越来越多的一些证据 就是说似乎是我们整个理论是需要修正的 所以就是说一个小小的涟漪激起了一个讨论 令到我们就似乎就是 会不会是铺展到未来的宇宙学有一个更新在那里呢 那就是生命以待 但是我想他在这里说这个 现在这个所谓的黑洞和暗黑能量之间 他解释不了为什么黑洞会和这件事有关 解释不了的 现在解释不了的 但是就留待在前线研究的那些理论 你会不会想到一个机制出来呢? 你会不会想到一个数学模型出来呢? 然后这件事最后就是说 有实际的观察来帮你验证是真还是假的 然后我会说你突然间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 来给一门新的学问 那个新的宇宙论 是和我们旧的宇宙论的价钱可以超越的 可能我们不再需要有暗能量这件事了 就只不过将原有的那个 港以商论论做一个修正 就可以合理解释完原有的东西 如果成功说这个新的宇宙论 是会比旧的宇宙论更加简洁的 这个研究如果实际方面 是不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个黑洞的膨胀 去推算义宙膨胀的速度呢? 现在就纯粹看到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去研究一个黑洞长的演化历史 那是需要更加仔细去看的 会不会有一些位置就是说 原来我们都能够合理解释到 为什么它是穿得那么快的 原来是有一些我们已知的机制 解释得那么快的话 它不一定需要连结到去用宇宙膨胀去解释 就是说那个宇宙膨胀和这个黑洞 那个随着时间的增长 那个可能就只不过是一个巧合 或者有另外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共同原因 是令到它们是一样的 那其实我想更加重要的就是 放在对于那些黑洞观察的那个认识那里 是它那个随着时间的演变 是会是怎么样 在它周围发生的什么事 它有什么方法令它有效地去增长 它增长快同文是合不符合我们的观察 那这里就要 就是还有很多功夫要做的 那你会看到在这里就是一个局部的 天文学的观察 和整个宇宙学的关联 是可以在这里有个合作的机会的 是啊 那我们如果没有了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假设 或者我们甚至不假设这个暗黑能量 如果只是有这个暗黑能量的话 那我们最终的结果 是不是那个宇宙一直缩小 小到小到它自己变成一个很小的东西呢 照计是的 就是如果我们突然之间 就是说你的宇宙完全是没有这个暗黑能量的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 可以解释到现在为什么它会是漲的 就是照计它就是得了万有的力 那个宇宙就算开头上去下下下就回落了 就会缩住 就好像我们扔那波上去 它迟早会回落下来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我们可否假设现在的波没扔够 就一直继续上去 它可能迟些回来会收缩的 那这里也是 你就数它现在有多少的能量在这里 那些能量分佈是如何 现在我们就看到它似乎 一路上升之餘 還要是越上越快的 當然這個結果是不是不可以被質疑呢 又不是的 但是暫時我們完全看到可靠的證據就是 它一直在飛上去 而且飛上去沒有減慢的跡象 照計它應該減慢的 照計它應該減慢 但是我們看不到它減慢 不得了 還加快 所以我們就會說 其實裡面不夠東西把它扯回 是這樣的意思 好 這個我們看看 看看將來有沒有一個實證的方法 除了這個之外 今個星期這個James Webb 這個望遠鏡繼續有一些新的發展 這個我們值不值得說呢? 這個可以不斷地說一說 其實先前James Webb拍攝的照片 我們大概說一個類似的東西 但是你再仔細一些研究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這麼漂亮的照片的後面 其實包含著我們有一些更加新的知識 是以往我們看不到的 譬如台長你傳給我CNN的新聞 有一幅銀河的照片 它不是只有一堆很多的光點走在一起 而是你會看到一個很清楚的網狀結構在背後 而這些這樣的照片 在以往的哈佛望遠鏡 我們看不到這個這樣的解像度 那個原因是怎麼樣呢? 其實因為那個James Webb的望遠鏡 它是會看到那個紅外線的光譜 就是說有一些哈佛看不到的東西 就是那個James Webb可以看到 有一些不會發出可見光的東西 在James Webb的望遠鏡是看到是亮的 是有信號的 而最後給出來就是一個 一些雲霧中間有一些網的結構 就是你好像看到就不是純粹一行行 就是一寸很光的東西 而是將它鋪在一堆棉花糖那裡 其實可以這樣說 我們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就是看到一些 在一個某某銀河裡面的 它們之間的星際的物質 其實這件事都是這樣說 我們將它看得更清楚 而這件事會不會有些 沒錯我們以往看不到 但是現在看到 會不會都幫我們去數 那些暗物質數得更加清楚 我想就是它都會幫我們 再收集到更加精確地 估計到它上面應有的那些 正常物質是有多少的 但是代不代表這個James Webb 可以幫我們看到一些 看到暗物質的東西都是未必 就是我們都需要有這個暗物質的假設 來幫我們合理解釋這些銀河 而同時有一些很矛盾的結果出來了 這些在哈佛的時代也會看到 有一些的銀河是不需要暗物質的假設 我們都能夠合理解釋到它的轉動 這件事就令到天文宇宙學家更加瘋善 那你最後那些如果有暗物質 它那些分佈可以很不同的 有些銀河裏面有很多暗物質 有些銀河裏面可能沒有暗物質的 就是不均勻的 是的 會不均勻的 但是這種不均勻呢 又可以合理的 但是令到整個探索就更難了 如果你說只要那裡看到發光物質 那裡就有暗物質這樣就容易了 那個關聯度那麼大 那個空間分佈的關聯度那麼大 我們就變得很容易找到 還有很容易是透過找一些看到的東西 來估算後面一些看不到的東西 看不到的東西的分佈 但是如果你說有一些東西 是它原來可以完全自己獨立存在的 有一些就算你找到光的物質裡面 就原來都可以沒有暗物質的 那整個遊戲就會複雜了一些 但是你覺得這些圖片 這次的圖片它最大的啟示是什麼呢? 那暫時來說就 如果你看回它的研究資料 那你說進一步大的啟示 我就說不出什麼了 但是純粹就是看到一些可能牽涉到 一些星體點誕生的過程 我們會看到多些 因為你這樣想就是 如果那個星體發光的時候 就是它已經生成了 是不是? 它未生成的時候 它就可能發出了一些紅外光 未去到可見光的程度 如果你由紅外光的光譜 我想最大的意義 不是只是看到什麼 是看到它那些星未出生的時候 那些狀態 我想這個意義就更加 就是比較大一點 如果這個純天文學觀察的意義來講 但是你怎麼解釋它那個螺旋 這個spiral這個樣子 它絕大部分都會是spiral這樣的樣子 因為本身它一開始生成的時候 它會由它原先的物質去繼承了一些 轉動的角動量我們叫 或者甚至是整個轉動的能量去繼承了下來 那它裡面的東西它會一路去 越來越聚起來 越來越聚起來的時候 聚到一個地步 譬如一個星體都是這樣的 它越來越聚起來的時候 它會越來越熱 甚至乎點著了一個恥聚變反應 而這些東西本身也是 它一路去互相繞著轉 一路會損耗 大家會互相消耗 其實總體上 那些東西都會去 越來越希望去靠近 但是你越靠近的時候 裡面的東西就會轉得越快 就是我用一個流冰運動員的比喻 你突然間將人收得很快的時候 你的轉速就會快很多 那你發覺核心那些東西 就是因為它已經有足夠多的東西 用得很快 於是裡面的東西也是轉得特別快的 那你會看到 就是你去搞半杯 就是你倒奶在咖啡裡裡 你搞的時候 你都很容易搞到螺旋營出來的 你集中在中間裡狂搞得很快 外面那些咖啡跟不上 它都在那裡轉 但是跟得很慢 你中間就瘋狂地搞得很快 你就看到整個螺旋營那裡就出來了 其實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在銀行發生了什麼樣 好 這些字幕都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